这是神奇的热带雨林 遮天的密林 古老的藤伴 巨大的板根 在这片森林中 有一个神秘的昆虫世界 千奇百怪的模样 独具特色的生活 大开眼界的习性 奇妙的昆虫 科技院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为了搞清楚 我国海南热带雨林当中的昆虫种类 发掘这些昆虫的利用价值 中国林科院森保所的昆虫学家 张培义先生 对海南尖峰岭自然保护区 进行了科学考察 我们的记者也随行来到了神秘的海南岛热带雨林中 海南岛是一个四十长花 床下无冬的地方 这里的气候 属于海洋性热带气风气候 盐平均温度在二十二摄氏度至二十六摄氏度之间 因为这里没有冬天 所以这里昆虫全年都可以繁衍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最富于活力的生态系统 这里有一个神秘的昆虫世界 我们穿行在雨林中 忽然专家说 在树上发现一只螳螂 常见的螳螂一般是绿颜色的多 可是我们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有什么螳螂 专家只给我们看 我们还是看不出来 最后从侧面以天空为背景 才看到它身体的剪影 不仔细看 就以为是一小块翘起的树皮 它身上的斑纹和颜色 与树皮的颜色环境浑然一体 即使我们人的双眼看物体是三维立体的 但从螳螂正面看 很难看出这是一只昆虫 虽然螳螂是捕食性昆虫 但是它在捕猎的同时 也需要伪装自己以防天敌 昆虫这种与环境融为一体的颜色 在昆虫学上被称为保护色 这次要不是专家眼光敏锐 差点与它失之交臂 这真是一个惊奇的发现 连专家在第一次见到时 也不得不为它的伪装叫绝 昆虫为保护自己 它们用色彩进行伪装 这是它们进化出来的本领 这只叶鹅白天为了自身的安全 它的伪装与布式脚跳堂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也靠的是身上树皮一样的斑纹和色彩 把自己巧妙地隐蔽起来 我们都知道蝴蝶的颜色非常艳丽 但有一种蝴蝶外形 通过变异和进化 成了一片枯叶状 这就是枯叶甲蝶 它为了保护自己 除了颜色和形状向枯叶外 就连上面的叶脉都模拟得极起逼真 专家发现了一片奇特甘蔬叶 远看没有什么异样 但经过仔细观察发觉不对 一碰它才知道 它是一只螳螂 原来它把自己变成一片树叶了 假如你不惊动它 根本就不会认为这是一只虫子 这种隐蔽的本领 就像是武术中的缩骨弓 目前专家还没有发现 其他种类螳螂有这种特殊的功夫 这种模拟周围物体 隐蔽自己的行为 就是拟胎 这种螳螂叫薄翅螳螂 它身体长 纤细单薄 浑身绿色 这种绿色也是与环境融为一体 当它走进猎物时 不易被察觉 也不易被天敌发现 它靠的是绿色的保护色 这只薄翅土塘 它捕猎可不是到处走 到处爬 这只中丝刚一靠近螳螂 就被逮了个正着 糊里糊涂的就送了命 有了保护色的伪装 它可以悠闲的享受大餐了 绿粒金龟有了保护色 它似乎有点旁若无人 这次我们发现的是一种叫蜡蝉的昆虫 说到蝉 蝉我们可能想到 是那种能鸣叫的蝉 其实它们只是近亲而已 还有这种脚蝉 也是上千种蝉中的一种 它们正在树上 吸食植物金杆里的枝叶 它们的安全 靠的也是保护色保护 很多时候拍摄昆虫看起来是比较难 其实最难的不是拍 尤其是那些个头很小 伪装巧的昆虫 找起来极为困难 还有一种昆虫不仅靠保护色 还要加上泥太 这就是竹节虫了 它有着天然的双重保护 它的学名叫修 它不仅颜色与环境浑然一体 而且身体大小 简直就像一根主筷子 它是个真正的欺骗高手 昆虫的始祖是三叶虫 昆虫的始祖是三叶虫 一年前的寒武剂出现的节肢动物 在不断的变异和进化当中 现在人类发现和命名的 有一百多万种 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 昆虫要保护自己各显神通 有的昆虫靠的就是鲜艳的色彩 刚才我们看到 有些昆虫是用保护色和拟太来隐蔽自己 但是还有一些昆虫偏偏要暴度自己 凸显自己 这些蝴蝶的幼虫身上的红色 好像是对天敌在说 我有毒 有些鹅类昆虫的幼虫也是如此 因为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所以它们只有靠身上的鲜艳色彩来下腿天敌 红色和黄色在昆虫穴上被称为警戒色 我们看到的是一只鹅子 学名叫八点灰灯鹅 它在白天渐静地爬在树叶上 遇到危险 它本能地将身上的黄颜色的背露出来 这就是它对天敌的警告 每天早上起来工作 我们总会有新的发现 我们在雨林里看到很多蝴蝶 络绎不绝地飞来 并在这里偏鲜飞舞 白带巨甲蝶 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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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斑叠和美凤叠也来了 这是一只玉斑凤叠在独自觅食 这是一只蓝凤蝶 在这里享受阳光和美食 这是一只蓝凤蝶 它们就像是飞动的花朵 它们身上都有红黄颜色斑点 颜色越鲜艳 天敌就会离它越远 这只红色的蜻蜓 在林中格外鲜艳 这是一只黄色的龟甲 它是森林里最漂亮的昆虫之一 这只顿春身上的颜色更是耀眼 猎春的黄色也很鲜艳 很突出 这是坊间利春的成虫 它的弱虫身上有着突出的红色 原来它们是用黄色和红色等警戒色来吓唬天敌的 总之 它们同样玩的是恐吓树 而这只黑色的蕉甲 对白蜡树分泌出的树枝很感兴趣 但是 没有保护色保护的觅食之旅 可以说是一种冒险 有一类昆虫 它们生存的策略是靠居所的保护 专家在考察雨林里的蚂蚁时 我们也一同帮着找 当时我们认为 蚂蚁一般都会在地下筑巢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蚂蚁的洞穴和踪迹 这时 专家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发现了一个像马蜂窝一样的东西 大概有排球那么大 经专家确认 这是一种叫黑河去富裔的蚁巢 这种蚁巢 现在距地面三米多高的树叉上 而且它的外表 好像包着一层像橡胶一般的外壳 里面有数亿之中的屈面 这对于它们来说 可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 要建这么大的一个蚁巢 一般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 蚁巢为什么建得这么高呢 原因是海南岛雨季的热带风暴 和台风频繁 雨水也多 所以黑河举富裔就进化出了这种 在树上筑巢的本领 暴雨和洪水 肯定不会殃及到它们的巢 在热带雨林中 还有一种蚁类 它的习性 也是喜欢把蚁巢建在树上 这就是黄金蚁 但它们的巢 比起黑河举富裔的蚁巢来 不仅建筑材料简单 而且结构也极其简单 几片大树叶四周 用四毡毫 就成了一个能保护自己的房子 而且它们筑巢的速度也极快 几天就能建一个 今天好像在过节一样 原来它们捕到了很多的猎物 黄金蚁一旦遇到猎物 就会群起而攻之 一阵猛咬之后 就会将猎物拖进巢里 白蚁听起来也是蚁类 但它和蚁上说的蚁类相比 根本不属于同一个木 这种叫长头木鼻白蚁 它就是这里常住的居民 但它们从不捕猎 而是喜欢吃素 吃森林里的树木 更喜欢吃小木 可以说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清洁工 那它们住在哪呢 这是神奇的热带雨林 遮天的蜜林 古老的藤蔓 巨大的板根 在这片森林中 有一个神秘的昆虫世界 千奇百怪的模样 独具特色的生活 大开眼界的习性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说来也奇怪 在热带雨林里 蚂蚁的潮建在树上 而白蚁的潮却建在地面上 难道是它们的潮不怕水吗 原来 这种蚁巢的结构相当坚固 如同岩石一般 为了看清里面的情况 我们用锯把它锯开了 这又是一个嵌在树干上的潮 但它可不是黑鹤取腹椅的潮了 它是一个真正的马蜂窝 这种蜂属于社会型昆虫 是狐蜂的一种 它不仅喜欢吃花蜜 也喜欢吃小昆虫等 它很霸道 它经常把在这里采蜜的中华蜜蜂都吓跑 它身上醒目的黄色 天敌也聚它三分 由于这种雷露蛾的变异和进化 使它酷似狐蜂的外形和颜色 所以大大有利于它的生存 有些种类的蝴蝶也喜欢集体活动 但它们不是社会型昆虫 比如这里的千粉蝶 蝴蝶种类多 是热带玉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当我们走过一片密林后 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 这里溪水清澈 丛林里布 千粉蝶一个追着一个 一对对地飞来 又一对对地飞走 它们为了生存 个个都生怕掉队 这时有几群千粉蝶好像发现了什么 争先恐后的降落在溪水边的一片空地上 原来它们在稀释地面上的矿物质 它们跳的舞 专家说这是它们之间相互传递信息 好像在告诉同伴 这里有美食 一旦遇到危险时 它们为避免天地猎杀 也会很快集体消失 白天在雨林里 我们很容易见到蝴蝶 但有一种昆虫为了保护自己 它们只有在天黑以后 才会出来活动 白天很少能见到它 如果能看见它们的话 它们也是静静地趴在那里 这可不是蝴蝶 这是一种叫双天鹅的鹅类昆虫 蝴蝶白天到处觅食 非常繁忙 而鹅类昆虫 白天一般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到了晚上它们才出来 它们不仅晚上视觉好 而且还能靠嗅觉就能找到食物 靠信息素找到配偶 大部分鹅类没有艳丽的色彩 它们就像和蝶类有分工一样 你在白天工作 我黑夜上班 它们夜间觅食的本领 可以在白天躲避天敌对它们的威胁 蝶、鹅类同样属于林赤木 但是它们的外形和习性却不见相同 昆虫在自然界中 各显其能 但我们人类对于它们的特异功能和本领 知道的很少 甚至于只知道名字 那么 人类如何在如此丰富的昆虫资源中 很好地利用它们呢? 目前 北京的顺义区 就有人工饲养螳螂 防止早期果树害虫的科学实验 人们在利用黄金蚁防止果树害虫方面 积累了很成功的经验 人类很早以前就能驯化野生中华蜜蜂 来采集花蜜花粉了 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白蚁和巢经过加工也是可以入腰的 对人类抗炎 消肿和提高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特殊的生态地理优势 为蝴蝶资源的保护 可持续性利用提供了宝贵的生态资源 目前 全世界蝴蝶已经进化出了上万种 中国领科院热林所热林站的成人力站长 就在海南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 带领它的同事 搞起了各种蝴蝶的人工繁育实验 昆虫的人工繁育和研究工作是极其艰苦的 它们在野外采集蝶卵 在进行人工孵化和死胃 既摸清了它们的生物学特性 也掌握了它们人工饲养的必备条件 大大有利于扩大其种群数量 因为蝶鹅类昆虫 在雨林里一生为植物受粉 雨林植物如此繁茂 它们功不可摸 在考察的过程中 我们从昆虫多样性这个侧面 认识了生物多样性 从千奇百怪和色彩斑斓的昆虫身上 我们充分认识到 昆虫为了生存 变异和进化出的本领 最终丰富了雨林的生物多样性 雨林为昆虫提供了生活的乐园 昆虫为了生存 为雨林做着贡献 训养螳螂和黄金蚁 可以为咱人类消除果园当中的害虫 中华蜜蜂能够为我们提供蜂蜜 蜂蜡蜡蜂蜂蕉蕉和花粉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昆虫都能为人类做出贡献 由此可见 生物多样性就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人类其实也是生物多样性当中的最大受益者 但对其破坏也是从人类开始的 我想我们人类如何成为一个地球合格的管理者 我们应该从中得以启示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冷热刺激 干湿刺激 偏不让它太舒服 光线刺激 缺氧刺激 就能让它长得好 刺激刺激 从浚丝萌发到初恶长大 离不开的刺激 刺激怎么就成了离不开的好方法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